台湾每日確診突破5萬 台北市也首度破1萬例 市長柯文哲評估5月16日可能迎來洪峰 單日4萬5千人確診 就像打橄欖球準備接受撞擊 撐過去壓力就會開始下降 這個禮拜病例繼續在上升 我們整個醫療體系也漸漸在動員 下個禮拜就好像打橄欖球 最後要準備撞擊就下個禮拜 撐得過去了 紅紅過了 慢慢就壓力就會下去了 由於確診人數暴增 柯文哲也宣布社區診所投入居家照護 即日起先在中山 萬華 文山 北投區事辦 PCR陽性就在家裡 由社區診所協助後續諮詢 領藥等服務 盡量讓醫療體系發揮最大功能 我們預計5月10日會全部上去 這個意思就是說你知道 在防疫急門診 如果你快篩陽 經過防疫急門診看過 大概90%的會是PCR陽 這些PCR陽原則上就在家裡 包括你要領藥 甚至要吃抗病毒藥 盡量在家裡處理掉 只是這套社區診所服務 可能要先由副市長黃珊珊親自體驗 因為他5月11日上班前快篩陽性 目前已採居家辦公 而柯文哲也立即快篩 結果呈現陰性 行程照舊 防疫工作不間斷 記者尤祥亭 台北採訪報導 記者 五日町 教採 study 一點你 excited 吉祥亭 李安若份